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有几个星期了 但是我们San Mateo和Santa Clara County的Open House 还是一样的规矩 就是说有很多人不可以做Open House 因为他们还是害怕 因为在硅谷我们每一次做Open House 都会有好几十个人进来 因为我们的房产又火 然后大家很想买房子 但是呢现在的就是规定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advertise 也不可以告诉别人说我们要有Open House 但是我们的德里扬呢 就是跟其他的agent就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个礼拜 周六和周日 从一点到四点 会有一个就是说 随便可以walk in的appointment 所以你不需要就是make任何的appointment 你可以直接来到房子里 从一点到四点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agent在那里帮您开门 但是呢我们规矩是只让一家人进去 就是at the same time 然后呢如果有其他人呢 他们要在外面等待 而且在外面等待的人呢 也要保持六尺的这个隔离 所以每一次每一个家人进去看完房子以后 我们的agent会在里面把所有的doorknob 所有这些比较会碰到的地方 都会就是消毒 擦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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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然后再让第二波人进来 我们是这样做的 所以也不是 这个就是又达到了 可以进去看房子的目的 然后又不违反规定 Audrey 现在在Silicon Valley 在房地产的inventory的库存量的情况如何 对 现在库存量现在已经渐渐的往上涨了 大家也知道从三月份到四月份 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房子上市 上市的房子也是不是就是说 大家就是很popular的房子 但是从五月底到六月 我们现在有好多好多inventory 都已经开始上市了 然后只要我们的inventory往上涨的话 这样子的买家就选择性就比较多 然后呢 那这样子会引起了supply和demand的一个problem 如果我们有太多的inventory 然后又不够买家 那当然房产会往下降 然后这就是说我们现在inventory 我现在和我公司的老板CEO Michael Repka 我们已经去了好多好多房客的家 他们都要今年 就是从大概七月份到九月份 都会去卖他们的房子 所以我们去的这些appointment 都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们也看得出来 在下几个月 我们的inventory会越来越多 是一个买家的好机会 哇哦 太好了 Audrey 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现在买方他们到底是要找什么样的房子 对 以前买方大家都很喜欢 像比如说Palo Alto 像喜欢Mountain View 像喜欢Los Altos 这些就是在residential 离公司很近 现在他们的commute 因为这边其实就是COVID之前 我们也知道 这边的车辆是非常多 上班都很困难 所以大家一般来说 都喜欢比较离公司比较近的 离grocery store比较近的 但是COVID happened以后呢 我们真的是Palo Alto的房产 就是越来越慢 而且我们现在近乎 我们有房产在Palo Alto 是三个房间 两个洗手间 一个townhome 一个非常好的区 第一个礼拜就没有卖出去 我们现在还在 已经有三个礼拜了 还没有卖出去 但是呢我们看到房产 在一些山上的 在山上的像Los Altos Hills Patrolla Valley Wisai 地比较大的 房子比较大的 多一些房间 那些房产卖得非常快 以前 以前它机会都是 卖不出去的房子 现在第一个礼拜就卖出去了 这样看起来好像买方 都喜欢找一些地大 房子又大的房子 那告诉我们 为什么买方应该在现在买 比以后买更要好呢 对 现在我们也静静看到 Inventory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买家的选择率就非常多 你们看我们Los Altos Hills 现在房产已经加了好几个 就这个礼拜好几个 OK 明白 我们一般在Patrolla Valley 和Wisai 几乎很少人去卖这些房子 现在呢 卖的人又多 然后卖的也很快 就是非常的 跟以前的那个market 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的像 我们的小一点的房子在跑 澳洲是没有院子啊 然后可能就三个房间 那些房产就是很难走 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个这个情况 这个倒是很新鲜啊 那对于卖方来讲 那卖方现在卖 versus以后卖的好处在哪里呢 对 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在一个 比较高潮的一个market 上几个礼拜我们都卖了很多房子 我们几乎 我们卖了有三个房子 超过了50万overlist price 哇 这么厉害 对 我们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记录 就是在Mindle Park Sharon Heights 我们有一个6.988的一个房子 卖到了800万 那谈到房价这么高 现在的利息 虽然很低 但是available的这些program 都是在小额贷款 那这些人买房子 是不是都用了大量的现款呢 没错 像就是500万以上的房子 几乎都是还是现金买 所以现在有钱的人 他还是在买不动产 在买房地产 为了就是这个pride of ownership 自己住的要舒服 好 现在到了精彩的时间 我们请Audrey来介绍几栋 那么在最近将要有walk-in的 这种机会的这些新的listing 告诉大家好吗 好 我现在有一个房产在Mindle Park 它叫 它在150Alma Street 然后是Unit 200 它是三个房间 两个洗手间的condominium 是非常一个就是starter home 就是给一些young family 就是还没有结婚的二十几岁 或者三十岁的小孩 可以去买 然后它非常close to Caltrain 所以它只是两百 它只是机会就是140万 所以是非常便宜一个房产 大家可以有兴趣 这个礼拜 6和礼拜天 1点到4点会有walk-in 或者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去看一下 都有 然后我第二个房子是711 Lake View 在Emerald Hills 就在红木城的旁边 它这个房子是特别 是非常一个摩登的一个房子 它也是新盖的 然后它那些view 是非常expensive 它是有个bay view 而且在山上呢 一般来说你不会有什么院子 这个房子呢就很奇怪 它后面全都是flat area 就很大的一片的一个就是平地 好难得 对 对小孩就是非常好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在 Elliot Drive 188 Elliot Drive 然后它就在Mendlow Park 也在Willow's Neighborhood 离Facebook非常近 好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 可以允许的时间 讲的最多的 本周可以walk-in的房子了 那我们下次再谈咯 非常感谢你Audrey 感谢 谢谢你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 我们第二段的访谈到此结束 观众朋友不要走开 我们还有一段访谈 马上就回来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APP 或上网 SBTV.KTSF.COM 收睇